大家可以繼續發問題進來 我們先解答一條 首先有這一條 由去年開始再次證明 中國市場的政策風險非常大 這是真的 中國市場有它的政策風險 到底中國市場是否值得投資 Dennis你的看法是怎樣 我是香港及中國內地的股票分析師 我覺得絕對有投資價值 其實每一個市場都有它自己的政策風險 就算是很自由 監管比較少的市場都有它的規定 問題是投資者了不了解 或者對它的政策清不清晰 我覺得這是很重要 其實你說中國有政策風險 大家都知道 去年的不同 就是由之前一個水平的政策風險 提升到另一個水平 現在大家就要想 新的政策風險的水平 究竟大家理不理解 以及能否承受到 其實我覺得當大家理解了 例如我剛才說最近看好一點 就是因為政策出來了 清晰了 例如VIE監管會多了 但是是怎樣監管 哪類型公司似乎多少 清晰的 大家一吸收了這件事之後 覺得那個影響 大家已經知道了 最重要的是 中國政府不想不斷被人的感覺 經常轉 我相信去年已經做了主要做的工作 例如現在很簡單 共同富裕這件事 如果你的公司是 之前我們經常說 那間公司的盈利很高 市場地位很厲害 可以獨視這樣做 以前大家都衝過去 今時今日就反過來想 在這個框架之下 政府會否抽情你 會否用一些規定去影響你 現在來講 作為投資者就需要想這個問題 但這個框架應該大家都知道 有什麼紅旗 Dennis你剛剛提到 共同富裕這個主題 其實我也遇到很多投資者 見親都問 他們覺得共同富裕 他們看得很負面 覺得共同富裕 現在公司就不用賺錢 因為要共同富裕 你要分錢給別人 要把你的利潤分給別人 以及不能賺太多 或者不鼓勵私產 你怎麼看 你怎麼演繹呢 這個我相信是 尤其是去年7月的時候 一個很大的題目 但我相信整個範圍 究竟是完全分了 還是有一個合理的利潤 我相信現在是比較接近一個 所謂合理的利潤 我相信國家想的問題就是 如果看到很多純 完全自由經濟的體系 都出現一些問題 尤其是最近的利息比較低 利益很多 資深價格都升了 其實有很大部分的人 是不受惠的 貧富員是拉到好開的 這是很多國家都已經發生的問題 我相信中國政府 看得到這件事 就不希望繼續見到這件事 因為這會引致社會不穩 我覺得這就是 始終政府最關心的事情 所以才會有這個概念 就是可以利潤 不過是一個合理的層面 當然大家要拿到的位置 究竟如何為之合理 這就是要市場慢慢摸索 但這個方向我覺得比較清晰 沒錯 我想這就是最後一個最重要的脈絡 就是所謂的共同富裕 就是令社會更加公平 之前的競爭環境 都傾斜到一些大企業 你想想 傾斜到一些大企業 其實一些新的start up 一些新成立的公司 企業做不到 因為不是一個公平的競爭市場 跟著下去就是 那個社會的上流力就會減弱 就是你永遠所有 阿新生代 就是幫這些大企業去打工 你沒有這個上流力的時候 其實你的社會沒有生育的意欲 所以為何要修正 其實就是現在的共同富裕 最大後面的脈絡 最清晰的一件事 就是要增加社會的上流力 令整個社會更加公平 就是這件事 其實不單止是中國 因為剛才Dennis也提到 尤其是疫情出現之後 雖然政府有很多派堂 但是其實是令到貧富懸殊更加嚴重 我們可能疫情是減少外出吃飯 但是你想想 你減少外出吃飯 後面是影響了很多人的生計 他們真的沒有就沒有 這是令到貧富懸殊更加劇別 這個堅尼系數也不是 堅尼系數所謂的貧富懸殊 也不是一個原本中國的概念 西方世界都一直看著這件事 如果回答最基本 就是中國人民的投資 在新規則下 如果規矩清晰 在新的遊戲規則下 如果投資者問到很簡單的問題 新規則大家清楚了 還想不想踏入中國的 比其他世界更加強的增長 最簡單的問題 現在大家看到這幅圖 其實我之前上過季度都準備了 我就是想拿出來和大家說 中國的市場 你可以說它的透明度 比其他市場低 政策有時反覆 有時都是真的 但是你看看 受政策的衝擊 其實不是今時今日才有 過往這幅圖是從10年開始 到現在 中國的市場受了很多次的衝擊 例如看第一 那次人民銀行 短短七個月內 將存費準備金率調高 因為要收緊銀行 因為炒得太厲害了 你看到市場的衝擊很大 跌了下來 但是市場慢慢慢慢 錢又回到市場 因為畢竟中國是一個 真是有增長的市場 然後又創新高 第二次那一次 2015年 那次熔斷 大家還記得 那次市場又是跌得很厲害 那次又是說 那次政策 朝令日改 大家都說中國市場又玩完了 大家記不記得 但是跟著市場慢慢慢慢 又收復了 那些錢又回到市場 跟著又上升 又去到第三點那裡 2018年 貿易戰一打一打出來 對市場的衝擊很大 市場那時候又覺得很絕望 但是跟著市場跌完之後 又是慢慢收復 再創新高 中國就是一個這樣的市場 一度不斷在改善 市場慢慢又會開始消化消息 重拾信心 又會回到市場那裡 最主要想讓大家看看 過往的發展就是這樣 好 那 跟著 這個問題也有很多人問 阿里巴巴 阿里巴巴巴 剛才我看到你 那個 conviction list 裡面 都放到阿里巴巴 阿里巴巴現在跌到這樣 有很多人問 他的前景是怎樣 還值得投資 Dennis 你的看法是怎樣 放得進去當然是看好 放得進去當然是看好 我相信 我相信不需要和大家解釋 究竟阿里巴巴在中國的新經濟 其實都不是新經濟 整個實體經濟 中間 日常生活 不同的範疇方面的影響力有多大 你說股價跌的其實都是一樣的 就是政策風險 究竟政府會怎樣整治或整理這間公司 我覺得其他東西 你說在這樣的風險之下 會不會有之前一些比較壟斷的行為 可能少了 有些人會說可能增長會慢了 或者毛利率可能會減低 但我覺得整體用家就在這裏 增長依然會比整體經濟發展高 也是整個中國的一個很重要的企業 除非你覺得會消失 我相信不太多人會覺得會消失 就算被拆件或拆開幾件 本身每一件實際上的影響力也比較大 你說盈利方面會不會短期 受一些政策方面的影響 可能會有 但已經在股價反應了這麼多 跌得比較多 所以我覺得如果可以看中場線的話 不會太害怕最近一些短短的調整 其實現價應該是一個挺吸引的水平 不要忽略了 阿里巴巴其實在網購的市場率是非常之大 還是一個最主要的玩家 再加上亞洲其他地區 其實用家有十多億 網購的增長 但現在仍然仍然處於雙位數 所以其實仍然是有增長的業務 現在在交易大約是十二倍左右的市盈率 比起過往是一個很便宜的估值 當然如果你說真的很害怕政策方面的風險 你就不要碰 但從那個估值去看 再看它現在的業務 如果你看長一點 還是值得投資的公司 另外700 我想我的看法也是 就是剛才的Conviction List裡面 你也有放到騰訊 騰訊我們的看法仍然仍然是看好的 雖然增長是有所放門的 但我們還是繼續看好這間公司 另外就是黃金 黃金也有人問 黃金的看法 我們這一季對黃金的看法也是看好的 因為還有通脹 通脹傳統對沖通脹的話 黃金是一個很好的工具 不過我們經常說 你放黃金在投資組合裡 不用放那麼多 大概5-10%左右 用來對沖通脹 對於這個投資組合 是有一個分散的作用 有一個對沖的作用 所以黃金我們覺得 是有機會上去挑戰2000元的水平 另外有一條問題 就是現在很熱的 跟這個元宇宙說 有些關係的是 NFT Crypto 是否值得投資 Dennis 你有沒有看法 對於這些NFT 當然我相信在這裡說的 就不太多 可以 但我覺得始終要研究清楚 NFT某程度上 好像一個藝術品 你那個valuation 各方面 尤其是一個這麼新的市場 就不是說 大家怎樣去價值 都是要一個時間去建立 亦都需要認真想清楚 我覺得純粹投機 就是可以 對我來說 現在是投機 我的understanding 在我們今天講的框架 我會當作一種 課外活動 即是課外活動 即是課外活動 即是藝術品 帶到NFT 即是一個新的滿意 即是 NFT 簡單一點的概念 就是 以前很多人存放閃卡 存放絕版的公仔書 不過現在是一個digital format 後面用一個blockchain 區塊鏈的技術 去做這些東西 這個就是NFT 所以 每一個投資 我想你也要留意一下 它的secondary market 有沒有流通性 因為一個投資 你總有一天要沽出來 你賺錢 你的secondary market 在哪裡 有沒有人跟你接 這個感覺是一個 像藝術品 對 對 二手市場 大家要留意 流通性的風險 另外就是 現在NFT 或者 trade 這些crypto的平台 有很多安全性 要留意 安全性 因為現在全球有很多 tradecrypto的平台 其實它都被人 經常聽到 有些突然沒有crypto 你追不回 安全性 你要很留意 而且 始終 如果你把錢 轉到這個平台 是不是很容易 轉出來 你轉出來 回到正統的金融系統 有沒有問題 這些是很值得留意的 因為你回到正常金融系統 例如你回到銀行 你有很多問題 可能會被人問 因為你這些錢 怎樣得利 你要提供證據 這些都是要留意的 一些東西 不過現在如果暫時 你說這些 投資價值 我的看法 跟Dennis 都一樣 這些暫時 都視為一個投機 投機 你就不會 新加性命財產 全部都放進去 控制的風險 就要在註碼 你自己控制的風險 因為這些 大家都看到 Crypto也好 NFT也好 可以看到它的投資價值 黃金也是另類的投資 不過黃金經過一千幾百年 幾千年 人類的歷史中四年 人類對於黃金 情有獨鍾 所以黃金是另類的投資 但很多人仍然相信黃金 但NFT和Crypto 其實是很短的歷史 是否經過這麼多的年歷 經過這麼多的考驗 真的要有待時間的考證